一掌大火 让织女镇的童庄产业陷入重建风波 说重建就重建 一损巨损 产业集聚区 撞上千年遗址 数亿投资 孔达水漂 是一个小菜 为百姓创建平安家园 助上万家企业重生 对百姓的关爱 就像一个大家企业 本期据说很好看 但已走进织女镇的故事 在平凡中探索那些最值得歌颂的爱 爱在平凡 创造不凡 请不吝点赞 观众朋友们 现在是22点25分 位于智女镇童庄一条街的快乐童庄厂 仓库失火 火势迅速蔓延导致多人受伤 现在我就在火灾的现场 徐副镇长 二楼的楼梯已经被烧毁了 我们建议大云梯实施救援 好 救人要紧 理取行动 好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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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騙我 快點騙下來 下面有氣頭 救 白鴻 白鴻 你怎麼樣 還好嗎 走 我送你去醫院 來 小心 舒緣 他怎麼樣 我送他去醫院 裡面還有其他人 你們快去幫忙 好 走 各位 這麼晚了 召集大家來 開這次緊急會議 是有一項重大的決議要宣布 這次我們哲女陣呢 發生了特大火災之後 消防部門派人進行了徹底的排查 鑒於三合一廠房 以往火災頻發 為了以後不發生類似的事故 消防局決定 三合一廠房 必須重建 重建 現在廠房能這樣 是我們兩代人 共同打造出來的心血呀 你們說重建就重建 那時間呢 錢呢 資金誰出啊 還有 還有徐副長長 一榮俱榮 一損俱損 這一萬多家小炒 全都不存在 那我們萬成 也會失去 支女陣這個三個字的品牌效益 支女陣的銅裝 不是靠我們萬成一家 才有今天這樣的規模 是啊 支女陣的銅裝產業在全國同行業 佔了半壁江山 如果就這麼停下來 我是挺為咱們陣的前途擔憂啊 各位 重建工作勢在必行 刻不如還 我們也會抓緊時間 找專家商討 我也請大家 相信我們政府 一定能盡快出台一套 更適合我們資女陣發展的 改造方案 大劇看總台劇說很好看 大家好 我是陪你一起追劇的王希良 最近有一部劇 正在我們央視熱播 那就是《愛在平凡》 這部劇向我們展現了一群平凡的人 如何在生活當中 從身邊的小事做起 讓自己的生活 開出了不一樣的花朵 今天我們把這部劇的主創 請到了現場 讓我們掌聲有請各位歡迎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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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首先請這部劇的各位主創 給我們觀眾做一個自我介紹 有請 我是《愛在平凡》的導演 王一鳴 歡迎 大家好 我是《愛在平凡》的 王淑文的扮演者 演員夏德俊 張小偷 你站住 怎麼回事 周老闆 幫警官 這怎麼還抓著小偷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演員趙孟迪 我在劇中飾演白偶 很多場都停工了 大家都在說 因為這次重大火災 導致整個產業鏈都被砍掉 大家好 我是演員陳周倫 我在電視劇《愛在平凡》中 飾演的是萬路 在《愛在平凡》中飾演的角色是萬嘉明 在《愛在平凡》中飾演的角色是萬嘉明 我給氣象台打電話呢 在菲律賓海面形成颱風 會拐道正面掃到我們這兒 如果這樣的話 那麻煩就大了 大家好 我是演員王漢邦 在《愛在平凡》裡飾演 鄭政府的領導徐康 所以啊 鎮長 您和老萬是老朋友啊 下次您嫁了他 真得多說他幾句 免得他走錯了路 大家好 我是演員郭鋒 在劇中飾演不那麼壞的壞人熊天堡 媽 您打吧 你剛才說的話 真的假的 媽 我對天發誓 我真是做生意 歡迎 剛才大家在開場秀當中也看到了 這個火災呢就發生在銅裝廠 之後他們又會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又如何去解決 讓我們一起坐下來聊一聊 看一看 謝謝 在微博 微信 抖音搜索 CCTV電視劇更多精彩等您發現 剛剛我們也看到了 織女鎮的童裝廠遭遇了火災 那麼在遭遇火災之後 會發生什麼 面臨這樣的情況 他們要如何解決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妳就站著就行 妳可以倒不全是站過的 是嗎 對 她看她怎麼 剩大部分的狀況比較少 對 妳走 妳 3 2 1 我看妳挺臉的 走 白偶 白偶 我走過來 好 來吧 白偶 白偶 我不明白你 這段時間到底是怎麼了 既然你說我沒做錯什麼 那你為什麼要跟我分開呢 不是的 我有我的理由 你有什麼理由不能跟我說呢 你要一直躲著我 我這裡 這裡 都是傷疤 我這個樣子 還怎麼跟你在一起 對不起白偶 我不知道你 但是我不嫌棄你身上有傷疤 我在乎的是你願不願意跟我在乎 在乎的 如果你是因為這個理由跟我分開 我不接受 不全是 現在支女鎮上很多工廠都停工了 大家都在說 因為這次重大火災 導致整個產業鏈都被砍掉 你知道的 我留在這個鎮上 我是想做我自己喜歡的衣服 我想完成我自己的夢想 可現在工作都成了問題 我還談什麼理想 我留在這個地方 還有什麼意義 所以分手 對於我們兩個人來說 都是最好的選擇 我不覺得這是最好的選擇 然後你知道嗎 我喜歡你是因為你身上有很多優點 你善良 勤奮 勇敢 你能在 危難的時候 不顧個人安慰去救助別人 我不會嫌棄你身上是否有傷疤 也不會嫌棄你是否失意 我在乎的是 能不能跟你一起完成夢想 能不能一起創造屬於我們兩個人的未來 我知道你現在還有故事 但是 鎮政府正在 恢復三合一廠房的復健工作 我相信很快就會復工的 白偶 我拜託你 不要跟我分開好不好 好 剛才導演在你們演的過程當中 已經是找到了片場的感覺 導演你講一下 你第二次 你不是有兩個轉身嗎 你第二次轉身過去 追上來 直面他 對啊 你要追他就這樣追嘛 是吧 然後走到這兒 好 那我就抓住他 抓你再過來嘛 光也有了嘛 然後你還在那兒 直到最後再跟你說 現在支女鎮上很多工廠都停工了 大家都在說 因為這次重大火災 導致整個產業鏈都要被砍掉 你知道的 你知道的 我留在這個鎮上 我是想做我自己喜歡的衣服 去完成我自己的夢想 可現在工作都成了問題 還談什麼理想 我留在這個地方 還有什麼意義 對於我們兩個人來說 都是最好的選擇 我不認為這是最好的選擇 你知道嗎 我喜歡你是因為 你身上有很多閃光點 你善良 勤勞 勇敢 我不嫌棄你身上是否有傷疤 我不嫌棄你是否會失業 我在乎的是 能不能跟你一起 創造屬於我們自己的未來 鎮政府正在緊急改造 三合一廠房 相信很快就能復工了 不要跟我分開好不好 拜託 掌聲聽兩位 謝謝 請回來休息 謝謝 謝謝 導演剛才是不是 找到了片場的感覺 對 我覺得他們演得比當年 更好 是吧 導演指導得好 在我們據說很好看的舞台上 有時候演員是可以獲得 更廣闊的這個表演空間 我們也希望每一個演員 可以在我們據說很好看的 舞台上成為更好的自己 剛剛看到了就是面對 災後重建的種種問題 他們都是用自己的決心 去能夠度過這段時間 那麼在災後重建之後 他們還面臨就是產業的發展 對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 產業聚集區 又是在織女鎮 如何建立起來的呢 一起來看 就是考驗你抵抗力的時候 那你在這邊就好了 對 那就我在這邊吧 對 那豈不是有更多的產業 會在咱們織女鎮生長開花 這可不是一個普通的木條 這個木頭可大有來頭 來唄 試一下唄 謝謝你 謝謝你 徐副鎮長 剛復工沒多久就開始招商引資 看來咱們織女鎮已經坐上了經濟發展的快車 童裝神話又要復鎮了呀 這凡事啊 欲則利不欲則廢 我們織女鎮要想續寫神話 還是要靠文藝搭台 經濟唱戲 才能打造出 可以和童裝成相媲美的 童樂成相 我相信呢 到了那一天 我們織女鎮的經濟 又可以再創輝煌 太好了 那豈不是會有 越來越多的產業 在咱們這兒生長開花呀 萬路你在這兒呢 王警官 徐副鎮長 咱們災禍重建工作 不是已經完成了嗎 你這 從哪兒找個黑木炭呀 這可不是黑木炭 這是一塊很普通的木塊 我們可是聽專家 好好地上了一課呢 徐副鎮長 您知道嗎 我們這片產業園區 很有可能 是古人 開發水利工程的遺址呢 你確定 專家真的是這麼說的 是啊 我今天去挖掘現場 接二姐姐回家的時候 聽到的 她還在問請來的專家呢 專家說 這個木條 很有可能 是古人修建樓崗的時候 打樁用的木樁 現在像交太一樣 是因為風化了 看來呀 這裡極有可能 是古時候遺留下來的 水利工程的遺址啊 對 現在正要送去建地呢 很有可能是春秋時代 留下來的工程 那這可太難得了 這下可麻煩了 啊 我們這期工程啊 恐怕是不能再繼續開發了 啊 為什麼 剛才呢 我們從這個橋段當中也看到了 本來呢 是要準備大幹一場的 要辦一個產業聚集區 但是呢 在開發的過程當中 忽然發現 有可能是有一些文物 對 遺址 遺址 樓崗遺址 樓崗遺址啊 所以呢 這也是我們在建設家園的時候 會遇到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 副鎮長就說了 我們要叫停這個項目 但是已經有人投資了 那麼投資的人 他會不會同意 他會怎麼樣去想這個問題 又會出現什麼新的問題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誰來承擔我們開發商的損失啊 枕頭在這兒 誰來承擔開發商的損失啊 那我就不那麼著急了 我比較那個 誰來承擔啊 他那個那個 完了是吧 但是樓崗卻無法付出 你再說有利 對 我剛剛說什麼陳總 陳總在上面 來來來來 徐副鎮長 當時這個光畫圖紙 是不是您親自交到我手裡 我看那上面寫得清清楚楚 經過政府審批 才給予了一項 可是現在呢 你們找出來個什麼 破目條子 然後說那是什麼文化遺址 還得需要保護 我們這工程說挺就挺啊 那 那我們的損失 誰來負責啊 這個變故啊 發生得太突然 我也是始料不及啊 不是 我這個同樂園的項目 可是您親自招商引資的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你著急 我比你更急 可是萬事集中錯呀 如果方向錯了 你跑得越快 錯得越多 所以越是這個時候 越要保持冷靜 徐副鎮長 我想問你們 現在是不是還沒有確定是遺址 我個人認為 就算它確定了是遺址又怎麼樣呢 遺址這個東西嘛 記載在書本裡就可以了 它有什麼實際意義嘛 我同意 對不對 而且咱們這個產業園 你的這句話呀 我是真不敢溝通 這產業園選址 完全可以另外選址 可是這個水利系統 那是歷經了兩千多年啊 能隨便還地方嗎 現在實際情況是 光猛萬成就為一七二七 投了幾十個億 如果忽然停的話 責任誰來擔 對 鎮長啊 如果忽然停下來 我們這損失誰負責 你們請冷靜啊 來來來 你坐下 坐下 聽我說兩句 我們的祖祖輩輩 都生活在這裡 可是我們對這片土地 又真正了解過嗎 這套水利工程 它都運轉了兩千多年了 我聽著專家說過 如此科技成就 足以和四川的都江燕相比美 如此珍貴的財富啊 就擺在我們眼前 難道你們就眼睜睜地看著 這套水利系統 消失在我們家鄉的土地上嗎 可是您有沒有考慮過 我們之旅鎮的名譽和信譽問題啊 兩者相權取其輕 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 個人的得失在國家利益面前 不值一提 所以我還是堅持我的態度 產業園可以另外選址 而樓港卻不能複製 來 謝謝 謝謝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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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 好 我們看到 在建產業集聚區和保護 我們兩千多年的這樣的古蹟 這兩個去權衡的時候 相信呢 我們的政府的領導 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那這樣的政府 也是可以帶領我們的 平凡的每一個想創業的人 真正地在我們的這塊保地上 創造出財富 也創造出新的事業的版圖 剛剛啊 我也感受到了 無論是我們的導演 還是我們演員 在創作的過程當中 那種精益求精的態度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一起來看一看 在這部劇拍攝的台前幕後 又有哪些故事 他們是如何一起工作的 讓我們一起進入《音句而喻》 關注CCTV電視劇 微博微信視頻號抖音帳號 更多精彩等您解鎖 那其實要說起這部劇呢 我要為大家請出一個特別的嘉賓 掌聲有請 愛在平凡的製片人 陳偉坤有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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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歡迎歡迎 給我們據說很好看的觀眾 先做一個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愛在平凡的製片人 陳偉坤 歡迎 歡迎來到製作很好看 各位這部劇的製片人 我特別想問問您就是 為什麼要做這部劇呢 因為我呢 雖然在北京 但我是土生土長的 胡周人 這幾年江鄉的變化很大 然後想一直做一部 反映江鄉的一種現實題材的 一個電視劇 那麼非常巧合 當初我們跟導演 在機場兩個人碰到了 同一個班機 那麼當時我們就聊了一下 很多題材 當初正好在2019年11月份 在我們胡周治理 舉辦了一個叫 《中國治理的世界意義》 這樣一個論壇 我們最終決定來做這一部 以社會基層治理 為藍本的由亂而至的一個題材 結合了這樣一個題材 做了這樣一部戲 我知道其實我們這部劇啊 很多呢 都是有真實的人物原型的 是 比如說特別有特點呢 就是夏正陽 一個老鎮長退休了以後 就李建毅老師演的那個角色 那麼現在至今為止 那個老鎮長還在一天三次在播 他大事小事 雞毛蒜皮色都要往播一遍 而且都是無常的 在我們當地俗稱它叫 《永不消失的電播》 還有一個像我們劇中 楊康老師飾演的那個《奇美麗》 那我們當面也有一個叫 《吳美麗》工作室 也是來做一個 社會的基層的毛條中心 還有現在通過網絡直播的 一個叫《平安大姐》 類似等等原型非常的多 我們也知道這部劇呢 由左小青來出演一個很主要的角色 您之前就是跟她合作過的 對… 這次為什麼您覺得 她是個最合適的人選 我覺得這次讓小青來演這個角色 對她來說是一個挑戰 因為她過去拍的戲 從來沒有演過類似於 基層幹部的形象 我們的編劇 當時也給了我們很大的放鬆 因為我們的定演員的時候 當時我跟王德 我們她的出生 我們的劇中就是印度元出生 由於運動員 還有什麼華奖運動員 其實小青以前也是當過 也是運動員 對… 這一點也是我們當時是考慮到的 對… 你是全國游泳冠軍 屈小和吧 是… 你是… 我… 我是夏至陽的女兒 夏秋啊 夏秋啊 長這麼大了 終於把你判了回來啊 那我們知道夏德俊呢 在很多的劇當中 扮演過一些英雄角色 這次是演一個警察 對 你是第一次演警察嗎 不是第一次演警察 但是是第一次演民警 之前在其他的劇中演過刑警 那為了塑造好這個角色 你自己有沒有做一些前妻的準備 王淑雯她是一個 跟別人不太一樣的一個民警 她是一個很書生氣的一個民警 因為她出生的是一個 很有地方文化色彩的一個家庭 書法家 對 她的爸爸是一個書法家 是一個胡筆的傳承人 對 所以在她身上是要體現一些 中國傳統文化的色彩 我之前是不太會寫毛筆字的 在劇中有這樣的這種橋段 所以我在開拍之前 我練了一段時間的毛筆字 然後也對民警警務的情況 是什麼樣子 也做了一個基本的了解 剛剛我們也看到你們兩個人之間的 這種感情系 你們兩個人之間的感情是一種什麼類型的 我自己總結 不一定準確 導演您指證 大概應該是有四個階段 從相遇 怎麼回事 鄧老闆 幫警官 這怎麼還抓著小偷 撤我東西 是 到後面的 相識 這麼多餛飩你拿不了吧 我幫你拿 不用不用 自己拿得動 別麻煩你了 我先走了 慢走啊 再後來是相戀 舒威爾既然跟你談戀愛 那就必須對你負責 必須大聲地說出來 讓全部人都知道 最後一個階段 我認為是相守 彼此對對方都不放棄 繼續守護他們兩個感情 我要是錯過你了 我就是第一大傻子 好 我們不分開好不好 也是我們常常說的相如以沫 對 結尾夫妻了之後是相如以沫 但是後面應該是續集的 所以在這部劇中 還沒有看到你們結尾夫妻 也算是結了 讓觀眾自己去想吧 導演都不願意去套 那我們問問 就是趙夢迪這個角色 其實她是一個很有事業心的女孩子 你怎麼來看你這個角色 白偶因為她是一個外來的打工妹 她那個時候是被她的一個前夫逼婚 逼害來到了織女陣 然後在曲曉和還有同事的幫助下 然後開闢了自己一個創業的道路 她一路是很坎坷的一個女孩 要么跟我回家 要么給錢 你還想要錢你 白偶 進去 你還想要錢 別給她 進去 鐵棍 你聽好了 你是和白偶定過親 但是你想得吧 從法律上講 是不承認定親的 你還好意思來要錢 那我知道其實為了演好這個 外來打工妹的角色 我們的趙夢迪 還去體驗生活了是吧 對 因為前期白偶她是打工妹 然後就是要踩那個縫紋機 然後就是從最基礎的穿針 要把她的袖子怎麼樣穿到衣服上 我記得我那天去工廠觀看學習的時候 我真的是有被震撼到 因為我發現製作一件衣服 其實根本就不是我們想像那麼簡單 工序非常的繁瑣 跟我之前的對做衣服的了解 是完全打破了的 聽說在拍戲的過程當中 導演也給了你很多幫助 對吧 對 有一場戲是我給王淑雯送米線 我告訴她 我說飯盒的第二層有湯 但其實那個裡面 是我自己做的一個剪指 但那天我演的時候 我那個狀態就演不好 我在私下的時候 突然一下子就哭了 然後還把王淑雯嚇一跳 但是導演跟王淑雯他們倆 就是很有耐心地去跟我講 然後第二天的時候 就是導演他會把一些他很滿意的片段 剪完了之後 還配上了音樂發給我們看 然後導演就是那種小氣息 你看你可以演得好的 我給你揭個秘密吧 當時我去跟你講那個戲 都是導演安排好的 導演說 導演說 你過來考考我跟他說說 我直接跟他說 他可能壓力太大 你去跟他說好一點 因為我去說 好像事兒有點大了 我去來說 然後我的性格就是那種 在學校怕老師 在線上怕導演那種 那麼另外一對夫妻就是成峰 你在劇中和曲曉和是夫妻 對吧 他的工作和你的事業之間 會產生一些矛盾衝突 是是是是 其實這個也是最早 把演給我看劇本的時候 挺吸引我的一個地方 作為萬嘉明來說 他有這個間諜跟這個格局 覺得銅裝產業 從最早那種就是野蠻生長 到後來你要產業發展的話 你必須要經過這種政府的監管 對這種檢查 表示理解跟支持 而且沒有影響他們夫妻的愛 那這也太厲害了 對 好像是感覺別人的丈夫這種 完美男人 剛才在我們做自我介紹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說 他是不太壞的 壞人 怎麼來理解你的這句話 因為我們都是在一個院長大的發小 熊天堡這個人 其實他打心底不壞 他也很想做一些好的事情 但是受到了一些不良風氣的影響 走上了一個歧途 然後受到了一個不好的懲罰 但是我在塑造這個人物的時候 我就覺得看到本子 包括導演 陳總 把這個本子呈現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熊天堡 他絕對不是一個壞人 那你這次去湖州拍戲 你對這個地方 有什麼樣的一種感受 因為我小的時候 在十一二歲的時候 來過湖州這邊 然後這次我來的時候 給我是一個特別大的一個驚訝 就是我以為我還在別的城市 因為和小的時候發展的是完全不一樣 包括吃啊 玩啊 可能這個 我比較喜歡出去吃一吃啊 轉一轉啊 覺得特別好吃 美食特別多 對 今天在劇說很好看的舞台上 武漢邦演的是副鎮長 對吧 對 但其實我們看這個劇照 在劇中是另外一個角色 對 徐康那個角色呀 實際上很多元 特別有意思的是 他一路升遷 這個佐曉青飾演的徐曉禾呀 一直是副鎮長 就是我是從他的手下慢慢地 就當了他的上司 我呢 馬上就要調離我們姿女鎮 去其他的崗位繼續開展工作 我感謝大家對我在工作上的支持 我也希望大家在以後的工作當中 在林書記和郭鎮長的帶領下 為我們姿女鎮的經濟繁榮 貢獻力量 而且徐康那個人物 本身我覺得跟我個人可能性格有些像 平時也喜歡獨處 就不是特別會應酬 可能會有點取高賀寡 也希望通過長時間的接觸 能夠向大家展現我其實是個很熱情的人 需要時間慢熱 慢熱型的 慢熱 其實呢我們也收集了一些 這部劇在拍攝過程中 給大家留下美好回憶的照片 乘風拍攝的 我們現在一起來看一下 對 就是當時我們在劇組呢 經常會聚會 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會有人張羅 吃喝的 然後一直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比如今天我在拍戲 這個事情我怎麼不知道呢 外面超期的 我不敢叫你 然後我們知道家裡會有人在我收工之後 好吃好喝的在等著我 感覺非常溫暖 然後還有是剛才照片裡看到是 小青給我們幾個演員做的一個祖福 有一顆紅星的那個 對 所以果然是銅裝廠創業的 銅裝的話我們穿這個衣服可能更年輕了 好 特別開心的舉手 到了這個戲我們都覺得我們是相見恨晚的發小 其實戲裡面也發小 但是生活中就是演員之間也 真的就跟很多年的朋友一樣 我們還經常跟著郭峰健身 這以前是拿過健身冠軍的 看他的身材 真的 對 我們經常跟著他健身一起 所以說我們儘管拍愛在平凡 我們劇組到處都顯示了愛 對 我記得《殺青》的那個晚上很多演員上 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都哭了又分開了 這個我還記得 其實我們這兒有一個最年輕的演員 今年多大了 今年20歲 所以拍那部戲的時候才16歲吧 對 初高中的節奏 聽說你也是湖州人是吧 對 所以這次加入這樣的一個 反映湖州當地這樣的一個劇 你自己作為湖州人來說 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 因為我小時候也是參加過童裝的拍攝 然後 你小時候做童裝的模特兒是嗎 對 人家最早參與童裝產業了 是吧 比你們都早 對 耳濡目染 小時候就是當過模特 然後在童裝的那個攝影基地 也會看到有各式各樣的衣服吧 拍戲的過程中也是 就是再次找到了機會 近距離地去接觸這個產業 因為在戲中 我會去到一些服裝的車間什麼的 就可以感受到就是支禮鎮 它這個童裝產業 它的規模會越來越大 然後它的一條龍的那種服務 也是越來越好 作為一個圖生圖長的湖州人 如果讓你向我們全國的觀眾朋友 推薦一下湖州 你要推薦什麼 湖州畢竟是一個比較著名的旅遊城市 它的吃的 喝的 還有那些名勝古蹟的景點 都是非常值得推薦的 太湖的三百 有白魚 白蝦 鷹魚 也有很多著名的小吃 比如說餛飩 千張包 靈狐的雪餃 然後新式的糕點 這些小吃 然後說到這個旅遊景點的話 比如說湖州市區裡面 就有一個巷王公園 而且就是不管是我們的傳統文化 還是現代文化 我覺得在湖州 都達到了一個特別極致的體現 比如說在湖州 有一個叫衣上街的地方 對對對 然後我聽當地人說 這個地方有上千年的歷史 是 還有一個地方叫南巡古鎮 南巡古鎮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它有一個和尚巴士 是叫和尚巴士嗎 對 搖著船 我跟小青結婚的那個習俗是在 對 搖船 就在那兒 叫小木船 是在當地有這個習俗 是在船上進行婚 有 以前很早的時候 就在船上就結婚 然後因為我們南方只乎 就在船上進行婚禁 對 誰不曾被誰認真的愛過 被失去誰苦過 恨過 誰不曾掏空了幸福出過 唯有你美容失落 所以才敢把幸福全全委託 用一生合作 而且作為一個就是 來這裡工作或者來旅遊的人 我的最深感觸是 這個地方很美 但並沒有那麼的商業 對 而且民風非常的淳朴 對 愛在平凡 其實這四個字 看起來很平常 但是我覺得是非常有深度的四個字 那我們最後特別想問問大家 怎麼理解愛在平凡 其實我覺得生活中 不僅是有愛情 親情 然後還有同事和同事之間的愛 我覺得白偶他來到織女陣 其實我覺得這個鎮上對它 是一種包容的愛 那我覺得這種包容性 其實是一種大愛 很珍貴的愛 我覺得我們劇的這個名字 起得非常好 首先愛 這是我們整個劇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主題 就像她剛才講的 愛情是 只是愛的一個小的範疇 在我們劇裡面 還體現出來了 我們政府領導 對我們百姓的關愛 體現了我們兄弟之間的這種關愛 我們這戲愛體現在的 都是看似平凡的 平常人的生活當中 所以說這愛在平凡 把我們這戲整個都給涵蓋了 愛和平凡 這兩個詞 其實很難把它說得特別地精準 但是我以前我就看過一個報道 就一個老人他有些殘障 沒有錢他就自己劃人民幣 很認真地劃 劃完以後 到了這個攤主那兒去買麵條 這個攤主居然真的會每次都把麵條給他 把他劃的錢收下 平凡的人蘊藏著很多 你無法去言語的那種愛 我們這個戲也充滿了平凡人的愛 讓大家在平凡的故事當中 去理論那種大情緩 也所謂創造不平凡 愛在平凡呢 就是一種盡水流生的情感 所以特別感謝我們的主創團隊 可以給我們的觀眾送上 這樣的一部有愛的作品 再次感謝我們愛在平凡的團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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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製片和導演都來了 我們剛才也看到 他們在現場怎麼樣地去工作 所以我們也請導演 給我們再加一段戲 好 我們現在一起進入導演來加戲 大劇看總臺據說很好看 接下來進入我們導演來加戲的環節 讓我們看看王導要加一段什麼樣的戲呢 現在《飛夜》已經準備好了 發給大家吧 來 你們自己看 你分一下 好 那我們就一起來期待 《愛在平凡》 在我們據說很好看的舞台上 繼續要給大家呈現的精彩 我們的同樂成項目 也將會成為又一大支柱引擎 此處可以有掌聲 有一點有關我了 美好的明天 把燈按一下 我拉著你 聽導演的 文師 對… 走過去 對… 好 網上擁有 據說很好看 等您一起看 導演來加戲 有請王毅民導演 各位來賓 通過我們大家的共同努力 今年的紅裝博覽會 終於在我們織女鎮隆重開幕了 下面呢 有請我們的企業家代表 上台說幾句 感謝大家 從圓夢童裝廠的22台縫紋機開始 到今天的童裝博覽會 我感到非常的榮幸 能夠在織女鎮扎根創業 完成我自己的夢想 創建我自己的工廠 感謝老鄉們對我的支持 那今天 我們和新生代設計師萬路 一起設計的 織女鎮代言海報也設計出來了 下面請她為我們說兩句 誰能成為咱們織女鎮 童裝博覽會的代言人 必須具備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呢 就是要具有公眾影響力 第二個條件呢 就是要和織女鎮緊密相連 一個民心的影響力再大 也不如那些環衛工人 漁民 搬運工 這些維西小鎮 生存命脈的百姓 影響力要大 正是每一個平凡的人 造就了不平凡的織女鎮 所以啊 能為我們代言的 是整個織女鎮的居民 好 區長 我說兩句 好 首先呢 我要說的是 我們應該感謝和相信我們的政府 因為在這個同樂城 剛剛被叫停的時候 我們所有開發商的心裡 是心驚打寒的 怕這個錢呢打水漂了 可是後來呢 鎮政府 又為我們選了新的地址 現在同樂城落成了 我們又回到這片土地上了 說得很好啊 正所謂捨己未攻 大愛無疆 我感謝各位為了遺址修復 做出的貢獻和犧牲 也感謝大家對我們政府的信任 經過整體修復後的古代遺址 已經成為了我們這座平凡小鎮一道 最亮麗的風景 同時啊 我也堅信 我們的同樂城項目 也將會成為我們織女鎮 銅莊企業的又一大支柱引進 謝謝 對了 還有一件事情 由我們的萬總投資的環保工業員 也已經落成了 而且這個項目啊 又創了織女鎮的又一高峰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能發展到今天 是靠政府的正確引導和方針政策 更要感謝來到織女鎮的每一位員工 是你們的努力參與了今天 這是我們共同團結努力的結果 好 好 終於演完了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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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導演 是女生通過正政府的努力 好事連連 但是還有一件好事你們沒說 什麼 就她倆 來來 過來過來過來 詞都說完了 哦 沒 沒拉粉啊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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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來 戲裡戲裡 把你們的婚事 跟大家 露露底吧 來吧 什麼時候辦啊 你先把紅包準備好 對於別人來說 車子和房子是財產 那對我來說 那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工廠 就是最大的財產 說 今天我帶著這份最大的財產當嫁妆 現在 可以做你的新娘了 哎 其實你有沒有嫁妆嗎 在我心裡你早就是我的新娘了 更何況 你現在的嫁妆 遠比我 要給你準備的聘禮 包出許多 我能不同意 哎呀 來 我建議大家合影吧 好 來來 合影一起來 合影一起來 好 來來來來 愛在平凡 創造不凡 萬聖明先生 萬聖集團以前一直在做訪拍從裝嗎 萬榮江董事長 一生結生自愛 從不賺不易之財 我的每一次成長 都是織女鎮給予我的 我們要把真正優秀的人才 吸引到我們織女鎮來 我們天保物流 正式開業 歡迎大家加入 謝謝萬總 今後我們的發展一定會進入快車道 人民的生活一定會更幸福 讓我們一起用心中的愛 共同創造更美好的明天 基層強則國家強 基層安則天下安 正是因為這些扎根基層沃土的奮鬥者們 從最平凡的小事做起 戳力奮發 挺英擔當 用汗水浇灌青春 用奮鬥書寫韶華 才為一方百姓創建了平安美麗的家園 正是因為當地百姓各展其長 英地質疑才讓這片富饒的土地 形成發展新制生產力的強大合力 大紀看總台據說很好看 我是陪你一起追劇的王希良 感謝您的陪伴和關注 讓我們相約 下期節目不見不散 再見